MING PAO TOROW MING PAO TOROW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九龍塘 不吉祥玩,還有ㄤ學習,有獎領 快點跟我來吧 馬會一百三十週年 展覽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一來到就有電子大使迎接你 走進點就有這個有獎問答遊戲 最後再跟精英大使拍張3D合照 今期之潮還不是我 展覽期到18號 大家千萬別錯過 我回答完所有問題了 贏到石馬仔了 歷史題我就最厲害了 別說馬會歷史了 就連英國傳戲錦標賽馬日的歷史 我都已經背熟了 轉戲錦標這場1200米草地的 國際一級賽 每年都吸引了不少世界級勁馬參賽 去年就由里南馬房的搖滾敬歷 以一個半馬位之先奪冠 至於今年形勢如何 大家就要留意我們的報道 看到精英大使這麼威武 和這麼有氣勢 就令我想起跑馬地銀庭的 兩冠王聖哥兒 明晚她就會挑戰三連霸 加油,聖哥兒 好,聖哥兒 好,聖哥兒 聖哥兒,聖哥兒 聖哥兒將會歷真三連霸 不過沒力寬行三次割續這個圖程 都全屬於前列過終點 而喜多盈至今谷草九屆 一共取得六貫成績 其中一場更加是 跑馬地最高榮譽賽事,一月杯 究竟這次聖哥兒可不可以順利林莊?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了 同盡啦啦隊有這麼多隻馬仔 每隻都這麼可愛、這麼可愛 難怪老中青都喜歡牠們了 莫非這個就叫馬海戰術 足球裡的人海戰術 就是以人多取勝 馬場裡的馬海戰術 是不是以馬多取勝? 但我怕雜誌會不夠位置 怎麼辦… 美琦,你的創作力量和幻想? 的確嚇我一跳 不過呢,在香港一場賽事 最多只能有14匹馬匹參與比賽 馬海戰術的意思是指同一個練馬師 在同一場賽事裡派出多匹馬上陣參戰 馬房傾巢而出,派多些馬參賽 獲得好成績的機會就自然增加呢? 每年的國際賽事戰況都相當激烈 有很多馬迷都會爭著入場 但最怕他們就用奇海戰術霸佔位置 不,想想想,我還是霸位置 我先去看吧 最後提提你 HKJC.com上會有很多賽事資訊 要為星期三晚備戰的你 記得上去找資料 下集見,再見